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方式 那有的同学更厉害了 假设他是一个 假设我们今天分组合作 那分组合作呢 有的 这个组长就很厉害 他对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方法 就很了解,对不对 那所以呢 对于这首歌他就知道有四段 对不对 那我 我是一个leader 一个领导者 这个小组的组长 那我就会用这种方式 去处理哦 看,我把它用广播或者定义 那我们就用广播好了 好,那个 广播在事件里面 是不是有广播讯息吗 广播到谁,谁做 广播到谁,谁就来做 那这里面有两个广播 那我们用哪一个呢 这个 广播讯息是有收到讯息 他就马上做 那这个广播讯息呢 是广播到你 你要做完之后 他才可以继续做下一个 所以我们播音乐 我们不是 如果是和弦 我就会用这一个 就大家一起播 那你想想看四个段都一起播 是不是整个乱掉了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是照顺序来的 所以我会用这一个广播讯息并等待 好,那所以呢 我如果是一个组长 我就会分配说 诶,那个 你帮我做第一段 你帮我做第二段 你第三段 他第四段 然后我就在我的组程式里面 这边新的讯息 我总共有四个段落 所以我就加四个 好,那这边呢 第一段唱完要唱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唱完要唱第三段 第三段 第三段唱完要唱第四段 第四段 好,那所以我组长 我只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把它分配好 诶,你们这一组就帮我写第一段 那所以这一组就怎么写 他就只要写说 当我收到组长叫我唱第一段 好,那我就播这一个 那第二组怎么写呢 第二组就写这一个,对不对 然后就把他的 这个队伍的名称就叫第二段 那同样的道理 这是第三段 然后这一个呢 就第四段 好,所以你就可以把工作给分配出去 那每一组或者每个人就写一段 然后最后组长这边把它合起来 好,所以我当 当我接受到这个组长在 他就像那个指挥一样 第一段,第一步开始唱 对不对 好,然后如果他 第二步,就第二步开始唱 那所以呢,当我们在 那个 组长在指挥的时候 他就前面就按照顺序 就叫你第一段 第一段唱完换第二段 那我们就直接 action一下 第一段,对不对 唱完呢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好,那 所以你看这个程式 一看这个程式就知道 这有四段 对不对 有四段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分工合作 分组合作 或者分批解决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棒 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很棒的方法 那所以你在这边 如果要调整也很方便 比如说 我第一段唱完 我要先唱第四段 好,那就会变这样子 好,对不对 好,所以 这种方式可以有利于有效的团体合作 所以这样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用建积木 因为基本上 这种以目前这一个case 用做一个韩式积木 跟用广播是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效果 好,那各位可以试试看哦